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叫瑞雪赵丰年 哎 今儿啊 出门我就送您一个好彩头 继续给您讲啊 这藏在古迹里的故事 那么说今儿我要送您这个彩头在哪呢 咱们呀 还得回到国子舰 要是和这个熙熙攘攘 游人络绎不绝的雍和宫比起来呀 这北京的国子舰很恐妙啊 那简直啊 就是一个小众的旅游景点 不过呀 这儿啊可是公认的这北京城里啊 古迹也多 是故事也多的地儿 哎 咱们这书馆啊 有人说呀废话多 不过你得那么想啊 这废话多呀 他给的就多 人家像今儿个吧 我可不是啊 一下子送您一个好彩头那么简单 我要送啊 就送俩 什么呢 一个呀 叫李月龙门 另外一个呢 叫独占殴头 您要是闲着没事了呀 逛过这个孔庙国子舰 到了国子舰这院啊 进德门来一抬头 您就能看见一架朔大的琉璃牌坊 要说起这琉璃牌坊啊 其实各北京城不奇怪 也不新鲜 为什么呢 这皇家寺院里啊 很多处都有这种格式的琉璃牌坊 不过这架牌坊啊 哎 它特殊了 它是唯一一架呀 不在寺庙里的琉璃牌坊 您抬头一看呢 这上边啊 一里一外 有两块匾额 这两块匾额 那了不得了 那可都是这个乾隆皇帝 亲笔所写 哎 这两块匾 它有个名字啊 它叫御笔 对喽 它皇上写的嘛 一面啊 写的叫环桥教则 什么意思呢 必用环桥诗教 则集后诗 这另外一面写的呀 是雪海节观 这意思大概就是说呀 这雪海无牙 智学呢 应有目标研究啊 需要有个范围 您看啊 人家乾隆皇帝 它有水平 给这个学校提词啊 人家要求的不是学生 而是老师 这话说的它在领上 我们把这孩子送您这来了 它我们为的是 让他学而实习之 他要是什么都懂 要您干嘛呀 所以说这领导 给学校提词啊 就别写什么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您得要求这老师啊 那英才师叫智学严谨 得嘞 比我有学问 有见识的老师啊 嗨了去了 我在这儿就不跟您撇了 咱们还是说那两句吉祥话 什么叫做余乐龙门呢 这个琉璃牌方啊 跟北京城其他庙里的琉璃牌方 它意义不一样 人家再是这皇家寺院啊 这皇上他也未出年年去 可是这儿不一样 这皇上每年啊 来这儿都学讲学啊 得好几次 您瞧这小琉璃牌了没有 四柱三间三楼 中间那门啊 他走皇上 两边这门呢 那是文东啊 五西 所以呢 这历代学子就给这个门啊 起了个名字 叫龙门 对呀 他真龙天子总走嘛 所以说那学子们第一次来这儿啊 他为了找个好的彩头 他可就不好好走到了 走到这个排了门的门底下呀 低头一哈腰啊 把这个长山的下筋 可就拾起来了 往腰间一跌了腰脚底下 一使劲蹭 他可就从这门啊 蹦过去了 蹦完了之后啊 自个儿嘴里还得蹲蹲一句 这就叫做呀 礼乐龙门 就应了那句老话了 朝为天舍郎 木登天子堂 自此啊 可就算是 有了好的出事了 当然了 这只是讨个好的彩头 要是真的想混个灯堂物事啊 那还得身后练颠前 那么说这独占凹头 他在哪呢 您瞧这个了吗 挺好的这个琉璃牌楼下边啊 他有这么个水泥堆 这堆上啊 还塑了这么一只 说龙不龙 说虎不虎的这么一只锐兽 您可别小看这只四不像 哎 这就叫做金鸥啊 古代皇宫中啊 在这个殿前的台阶下 一般都刻下一幅鸥鱼的浮雕 在这个殿势当中 被点中状有的这名橘子啊 那就得站在这个浮雕之上 授皇上的清点 因此呢 咱们就管这个状元宫啊 叫做独占鸥头 您瞧国子健这个鸥头了吗 他显然的不是文物啊 他明显就是个水泥堆 近现代的产物 可这地儿了不得了 这是啊 这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所以啊 咱们也应该爱护 独占鸥头这姿势啊 是摆不了了 哎 可是我有办法 哎 您瞧我这主意怎么样 对喽 咱们站不上去啊 也得讨个彩头回去 意思到 意思到 这就是在国子健游览当中的 一个小故事 我说的对不对的不要紧 给您讲这个小故事啊 无非是想 让您在旅游的时候 多一些体验感 这最后啊 我得问问您了 您看过哈利波特吗 这哈利波特与密室这集当中啊 有这么一个场景啊 说这个霍格沃兹的门口啊 他有这么一棵树 立开去了 叫什么呢 叫打人柳 说这柳树啊 他能打人呢 可是要我看呢 他一般 他是好人也打呀 他坏人也打 这北京城里也有一棵树啊 他会打人 而且这岁数还不小了 八百多岁了 他比这打人柳啊 那可厉害多了 他是专打坏人呢 并且专打大奸大恶之人 您要有兴趣啊 咱们下次再讲这古迹故事的时候啊 我就带您看看去 得了谢勤的长按点赞呢 以及三连投币 咱们呀 是明天 接着聊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ASIVO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